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我想刚刚廖远远提到这些 不晓得林医元 您好像算比较年轻的 可能跟这些接触可能比较少一点 所以就您的记忆里面 可能父子辈的都会有遇到这个部分 就像说您在 在小时候是不是有真的 有没有到家里帮忙做过这些 就以您的看法 就您自己帮忙做这些的情况 跟现在的比较 它的没落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复苏 谢谢民署长 其实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 其实我跟廖志诚议员是差不多的 其实身为一个普理人 印象优深 也是我们小时候深深的记忆 就像刚才廖议员所讲的几个产业 包括了手抄纸 包括了蝴蝶 包括了我们这一个木制的产业 其实都是我们深深的回忆 我记得在国小阶段的时候 其实在木器的这些木偶的制作 可以养在新盛时期可以养活一家人 从小孩子一直到年老的每个人都有 这些木制品的各项的工序 都可以投入在这当中 所以老老少少在家里都是一个代工厂 我们一般能做的就是小木偶就像刚才廖议员所拿的这些 圣诞的饰品啊 他有一般的生活用品 还有圣诞节的饰品 其实很多很多不单单只是要画上去 还有车子的部分 还有档案啊 其实每个工序都是大大小小可以投入的 尤其是这一个 这部车子啊其实做的相当的精致 这也是普里人所做出来的 其实普里在木制这方面的工艺 真的工艺蛮好的 不管是车 车子这方面的 技术 在手工各方面的技术能够做出这么精致的一部车子 其实这个比较精致的是在我们一般的工厂里面所制造出来的 我们一般在家庭代工的话就都是我们圣诞节的这些吊饰 其实在这个就是这一个很漂亮的 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普里人的回忆 以前的大环境 大家都过得比较辛苦 要什么东西都比较缺乏 物质比较缺乏 但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做 大大小小都有工作做 这不单单只是让小孩子从工作当中能够体验 我们赚钱是很辛苦的 其实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 一个身体力行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觉得说相当的好 为什么会没落 当然有他的 有他的几个原因包括汇率啦还有一些 等等的这些原因存在 但是 可以把这些产业再找回来 也是我们一直很希望一直很期盼的 他曾经风光一时 金盛一时 我相信 只要经过我们的努力 这些产业是可以回来的 是 外居下早 你说家家夫妇都有工作好做 月的啦 黏的啦 包的啦 那时钟 比如说小孩子就看到 我们的经济不错就是说 我们的 小吃啦 各方面 小孩子 有工作好做 相对 相对就有 人钱 人用很好用 经济体比较活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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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滚钱 这是很活络 每个行业 牙齿 都很幸福 那时候牙齿在浪费 在浪费到第一人行 那时候牙齿 很幸福 过来你去哪里 不是有 台工好做 他就有所要去校 有钱去买兵 以前像买 王子面 同一面 还要 白钱棒棒的 那种 我认为的记忆里其实 都充满着 发展过程当中 很好的一个见证 是 可是说这种的东西 哪里能 又找到回来 然后推广 推广 出力就是说 不管是以前 这些东西 经有改良 经有创意 有代表 保利 所有的 地名 地名所圓村出来的 吉祥物或什么 各方都觉得 我姐 应该都 真的有 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 是 我想认为 宇宛 在地 感受最多 感受最亲 如果能够让 埔里这个地区 能够风华再现 玩具亡国 我相信 对埔里的经济 一定是 带来更大 更大的一个活水 所以我再请教一下 处长 就我们县政府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一直提出来 希望从这个 我们过去曾经是鼎盛的一些经济条件的生活里面 可不可以去找回 我们县政府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吗 有没有思考过 如果 能够把它 重新复苏的话 给给我们的 县民能够带来更大的财富 能够长富移民 有这样思考过吗 我想在这边我必须报告跟说明一下就是 一个产业的新生有它的一定的背景 然后我特别讲说我们先从它的那个发展背景来看的话 它其实最早里面有一个政策的背景 一个政策背景就是奖励投资条例 然后来促展一个手工艺的发展 然后政策的转备也让这个手工艺的产业 有促展条例里面他不再去作为福祉的主要产业的时候 他政策的相关资源就减少了 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应该是讲说台币后来有汇率的上升 会上升到利润的减少 所以外销利润减少之后 相对投资下去的产业就会减少 那第三个话就我想必须要讲说 埔里当初有很好的刚才廖业有提到说 发木工人的一个很好的材料木材的来源 可是木材来源后来在化工产业兴盛之后 他把原来木材材料的材料不能转化成锯质 然后素质类的话 也让埔里有些相关的 这个手工艺产业也受到一些挑战 然后再来就是 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 让原来的传统技术的部分 也慢慢的让埔里手工艺的这个部分在市场的一个商品化竞争化 他成本增加了 所以造成 造成比较大的后续 手工艺没办法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因素的部分就是 早期由农转工农村有多余的人力他会投入手工艺 可后来 手工艺的部分的发展 工业人口马上转化升级之后 慢慢这些农村的生产人口也不在 当然台湾的人工的价格的部分升高之后 造成这些产业外移 而外移的过程一个往大陆往东南的话也造成台湾一个产业的竞争的一个 消价竞争 也造成这个产业的部分 有一个后续发展没有办法再永续 下去 那刚才那个主持人跟议员这边提到很重要就是 我们如何让他在观光文化跟历史里面找到 这个手工艺的再生的机会 建政我们这边很努力的部分我想在两位议员还有不理地区议员的 要求之下 我们未来的福星农场的我们相关的活动中心 然后展售中心或游客中心 我们考虑要把这些元素放进去 提供他一个展售的机会 当然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为了产业区的部分有没有可能 产业区目前是比较偏向 食品加工业的部分 那最后最后应该是长富于米的状况下 我们认为建政我很努力需要去做就是 把这一手工业化变成观光工厂化 像我们现在敲敲木工坊的部分其实它是一个观光工厂化 让他出了把手工艺推展出去也把观光去做跟文化去做结合 是谢谢厨长 我想厨长大概点到了就是说 其实政府还是在关心这个区块 但是就是说 力道是够不够的 我想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 其实传能工业这部分 这样一个产业在以前都是家庭 一个色彩比较重 那未来由于工作环境也不好了 又大多都是采学徒制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跟现代的产业 跟就业人才的形态 不太一样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人才流失 对整个产业来讲是不是 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产品设计开发改善的 这些 不可或缺的活力 资源 慢慢可能是会流失的 那从这些流失里面 慢慢会不会远离现代人的一个生活 那这一场面临 很多的师傅都老化 那对整个老化的这些师傅里面 那会造成产业的活动力会降低 这个问题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整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因为在人才的流失里面 我们的国家传统特色的一产品 有没有重视这区块 有没有找到说 我们 每一个国家有一个 譬如说我们 台湾有这样的一个 产品 独树一格 我们在 西洋的一个圣诞节的时候 它是我们最大宗的一个 销售的一个 那国家里面有没有做一个 文化特色 能够一个 国家的一个 独树一格的产品 那我们想 很重要的 我们从观点来看 我们不敢从政治也好 从经济来看也好 支持地方产业的一个振兴 是不是应该科不容缓 应该怎么去做 李老师您的看法 实际上我在埔里长大后 我研究在木制手工也是一段时间了 实际上埔里在不管现在 或者是师徒制的关系 以现在台湾技术或者是 工业设计的学校 因为我自己在学校知道文创 所以在实际上它是可行性很大的 我们反归回去 现在去考察德国 德国里面他们到目前 还是在做木制的东西 所以德国木制中 他在做甚至像薰香类的 你去到德国去买 像核桃将军跟木制 还是德国人的 手艺还在 为什么他会在 因为他是觉得说 这种工艺还是存在 因为我们既然讲历史里面 还会 轮回回来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 技术里面 实际上科技上 可以克制很多的 像我们用五轴机 或者是用什么都是可以去处理的 所以 我们讲 工艺设计里面 以前的实在没有工艺设计 是以前是用美工艺设计 当工艺设计里面用好 比如说用卡迪 用铺鱼去做这个设计完 像我们现在很流行 大家应该都会买到聚宝盆 现在不是大家的普里实际上很多的 产业机器还在 他们是 内心留着 类学说以前这么辛苦 我还留他不敢把它废掉 也不敢当废田卖掉 所以开始你看聚宝盆 还有一些毛笔的一些笔 实际上还在存留在是 技术是没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把它规划一个普里 在地的手工艺再回来 就让好比如说 观光游客回来说 我原来 小时候玩的玩具是在 台湾的普里镇 他也许会有一个感动来看到普里的架构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 这技术跟伐木问题跟木材问题 实际上它是可以克服的 只是说我们在普里地区如果去规划一个 比较好的或者是产学合作的 去把普里的另外一个地区做一个可以 观光的 或者是一个可以展览的 或者我们讲的 别的地区的相信有一个 某某博物馆 我们可以用木制里面做博物馆 带动整个普里地区的新生息回来 可以 就刚才 促长讲的 恰恰木是一件 例子 对不对 好比说大家听过 法兰茨 法兰茨老板以前是在普里 里面是做 一样的这些 鸭香宝 也是以前普里里面做绿头鸭 为什么他们现在回去里面 他的产业可以 提升这么好 实际上我们普里应该回来的时候 大家拒绝的脑力激荡 如何把普里的木制手工艺 呈现出来是可行性很高的 对 我想谢谢李老师 李老师大概提出了一个方向 我们怎么去做能够真正完成 其实我们就一个地方的特色 地方产兽 必须要透过地方人士的一个参与 然后 去发现地方上珍贵的 珍惜的 很有价值 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一些文化 跟自然资源 让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 地方上拥有的一个宝贝 就像我们现在这些真的是 我们地方上的一个宝贝 就像我们 普里是一个玩具王国 他真的是一个宝贝 那这些宝贝 我们怎么样让他变成世界的一个 读书一格的一个产业 然后 那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所以我们地方人士的一个 参与 从他的 我们自己的认识开始 我们怎么样去加入这个元素 请教一下廖远您的看法 这个元素其实 刚刚大家都有说到 因为最近我记得一个例 就是说 十八度时的基金会 在圣诞节前世的时候 他用 暴力 刚开始用六个地名 下去做 一个会话比赛 那这个地名你比如说 麒麟鱼 他就用 这个麒麟 这个吉祥物 鱼粉酸他就用鱼 虎头酸他就用虎 这个麒麟鱼 和鱼鱼鱼就用鱼鱼 像头鱼鱼 他就用象征生态的青蛙 这些类似 有很多地名这些 吉祥物 卡斯说 能不能慢慢结合 以前这些东西 因为这次 要让孩子去换区 就是说 那个 国小组的 他的这个会话比赛 然后 他也要提供赞金 要在圣诞节的前世那天 要大家做一个比赛 要呈现出来 这是怎样要这样做 就是说 要让大家 孩子跟家庭可以 非常早 我们的 这些玩具 外甲的东西 这个荣寸 然后 这可以做 刚才 李所长说 在我们福庆的 温泉区里面 将来有展示中心的时候 这些东西慢慢 一项一项 以前我会记得说 打一个油片 一天就有材料了 你现在你不说去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油片 一天 那是都 你的产业点 要很关键 就说你一项的东西 由开始 一个木材 由开始料 车子 设计 料 涼 月 包装 我还要设计 一天有辦法 把这些东西 呈现出来 就是标识 那一项 不管是人才 已经 很成熟 是因为大环境的 这个关系 刚才有说 包括费力 包括 贸易的 部分 去用 制裁 然后 本来要 穿金的 要穿金 因为 其实 现在你说 人红海的 代工 其实你看 我们暴力 在几十年前 代工就都很厉害 这就是 台湾人 在代工方面 他的 这个 真厉害的所在 可是说 当然 现在 刚开始 要用的时候 是 刚才 秘书人 在说的时候 要 开始入门 要如何 包括李老师 刚才有说的时候 其实 很多 你说现在 有一个地方 好 来做一个展示 的时候 就是外省 这个木器的 一个展示的场所 我相信 叫人 提供 这些东西 出来后 就会 很多东西 可看 当然这是一个基础 要 怎样 是 很期待 政府部门 来带动 政府部门来带动 才有实质上的 广告宣传的 这个作用 因为现在 这个 产业已经 到时候 他去台湾去 他去台湾去 如果你要 重新来 你一定 一定的难度 你说 悄悄目就好了 你看 他有什么是要做的 但是 感觉在撒的时候 相当困难 你觉得政府 能带动 慢慢做一个 行销 这个行销 就是 要有整套的计划 把保理 以前这100年来 我说的三种 就是 我们的蝴蝶 我们的手操子 跟 这个 木器 玩具的 王国 一项 可以连接 做一个行销 一项一项开始 你包括你 这个 蝴蝶现在就已经 做 蝴蝶付业的工作 因为这个外省的 东西 是几千种 好几千种 你看到你会觉得 哇 这东西 你以前在外国买的东西 就是 保理在台湾 你要怎么找出来的东西 真正 把 观光 带进来的产业 可以做一个链接 你知道吗 你来保理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帮忙回去 吃的也好 或者说 装饰 雕饰 可以送人 这就是代表保理 可是如果能够把保理这些 以前 文化的地名 包括你说 人家说有的 很多这些文化 保理市政的也很多 一行一行 我能够做一个文创的 改变 都有 再来做一个 也是要拜托政府的 来带动 这有十足上的力量 是 我想廖彦讲得很清楚 就说 我们的 地方的产业 怎么样加进去 我们的文化 这个元素 然后带动加上 再用观光来结合 我想 过去 我们大概就是 一直想说 这些的 玩具 都是外销 来赚外汇 但是我们要 重新思考 现在我们要 创造另外一个 玩具王国 就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跟观光结合 怎么样加入 我们的地方特色 怎么样加入 我们地方 有故事的元素在里面 让他能够真正的 让我们 民众会去喜欢 喔 国内外游客来到这里 就有一个 标志 就说 埔里是一个 玩具王国 我到那边 我就可以找到 任何想要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 再加上政府 就重视 各级政府的重视 我相信这样一个 埔里的玩具王国 是可以找回来的 我们 等一下再回来探讨一下 找回来用什么方法 我们听听 我们的贵逼意见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 我们的贵逼意见 我们的贵逼意见 我们的贵逼意见